国产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自5日正月初一 在全国上映以来票房已超过40亿元 国家电影局20日在京主办的研讨会上 专家认为长期以来科幻题材一直是我国电影创作的短板 影片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新征程 填补了中国硬科幻电影类型的空白 对推动中国电影创新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影片摆脱了美式科幻片主导的《逃离地球范式》 独创出崭新的《流浪地球范式》 体现了对地球范园的深厚感情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